哈喽大家好,我是迷口 欢迎收看本期的美洲360 在我们开始之前 记得先帮我们like,share,还有subscribe哦 上一集的美洲360 有网友留言说 我像AI,在这里澄清一下 其实我不是AI 最后记得关注我的IG 第一则新闻 全新Toyota Century的SUV版本正式登场 大家都知道Toyota Century 丰田4G是原厂最豪华的车款 它虽有日本劳斯莱斯之称 除了是日本天皇的御用车以外 它也深受日本皇室 政要高官以及很多顶级富豪的爱戴 连Toyota会长Akeo Toyota的公车 都是Century 那这款车的对手 瞄准了Ross Royce Kulina 和Banley Bantega等超豪华SUV车款 并且它延续了丰田世界 纯手工打造的传统 原厂可以根据你的喜好 来进行客制化选配 可以看到它用上了超豪华 车款常见的雪茄车身造型 并且原厂在一些细节相当用心 它超大尺寸的水箱护罩内 有着丰田世界专属的凤凰logo 而它的头灯组还内置了 4个小巧精致的LED日行灯 另外它还有两种车门开关方式 可以供车主选择 它有普通的开关门 也有像MPV这样的侧滑门 给到你最优雅的上下车方式 作为专注于后排老板的超豪华车型 原厂宣称它的后排有着世界首窗后座 可完全躺平的老板座椅 另外在两个老板座中间的中央扶手 配备了小尺寸的控制屏幕 让后排老板可以操控天窗和冷气等等 而且后排老板还可以享受到 11.6寸的后排娱乐系统 以及原厂找来的 升学大师专属定制的18个高级音响 可以给到你最佳的听觉响宴 另外这款车的后排车窗 也可以通过调整通透度 只要一个按键车窗就会雾化 给到你绝佳的隐私性 动力的部分 这款车搭载了3.5L V6自然进气引擎配 PHEV插混系统 综合输出最大马力表现406hp 另外这套系统可以支援长达69km的纯电续航 它的底盘搭载的主动降噪技术 可以给到你一个顺畅 舒适又宁静的乘坐体验 新车在日本开价2500万日元起 折合马币约792,372令吉 不知道各位老板会考虑买这款日本库立男吗? 来到我们的第二则新闻 Toyota品牌今年产量将突破1000万 成为历史上产量最高的单一品牌 作为汽车界龙头Toyota集团的年产量 早在2013年开始就已经突破了千万大关 不过这是计算了Daihatsu Hino等等的品牌总销量 如果单算Toyota以及旗下的Lexus的话 其实最高年产量仅有2019年创下的900万辆 但是根据消息 今年他们将会有机会创造历史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单一品牌的年产量超过1000万辆的汽车品牌 是一个值得庆祝的重要记录 那是否为了帮助推高销量 目前本地Toyota销售员也为Vios提高高达5000令吉的折扣 为了赶在年尾冲击销量 而如果是算上这个游会的话 那Vios E版本的车价直接就从原本89600令吉 变成84600令吉 这个价格瞬间就很像了 你还不去下单支持一下吗? 不过要提醒的 并不是每一个SA都有给这个优惠 下单之前记得先问清楚哦 第三则新闻 Proton S50倒数两个月发布 我们之前也多次和大家报导过 宝腾接下来的下一款新车 也就是代号为SX11的全新C7Sedan的消息 而Proton CEO李春荣博士也似乎知道 大家很期待这款车 因此他早前在一项活动中就确认了 这款车将在两个月内正式和我们见面 如果我们把时间精确到天数 那么这款车会在不到60天内登场 也就是说如果无意外的话 最迟会在今年的11月初 我们就能看到这款传闻已久的车款 简单来和大家回顾一下这款车 它是宝腾贴牌至极力地豪打造的一款新车 从车身尺码来看 这款车比起市面上主流的C Segment Sedan更小一点 但据悉原厂要做的就是差异性竞争化 因此它的定位是在Persona之上 但是略低于CV以及Corolla Altis 预计价格则是对标City和Vios等B Segment Sedan 起步售价或有望低于10万令吉 那早前我们也有做过一期影片介绍过这一款车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小白点看回那个影片 你会期待这一款车得到来吗 来到我们的最后一则新闻 Mercedes-Benz家族最热门的A-Class将被取消 未来原厂将不再为它推出换代车型 那目前A-Class是你能在全球范围内买到最入门的奔驰车款 就以大马来说只要238千起 你就能买到一辆A-200了 但是未来因为原厂要专注于更高利润的车款上 因此这一款目前销量最好之一的车系将被正式停产 根据Mercedes-Benz CEO在慕尼黑车展上接受采访的说法 未来原厂将为目前New Generation Compact Cars家族中的几款车型进行瘦身计划 从目前的7款车缩减成4款车而已 其中A-Class Sedan A-Class Hatchback和B-Class不再推出换代车型 等到销售周期结束之后会正式停产 而未来只会保留CLS Sedan和CLS Shooting Brake 也就是旅行版 还有两款SUV车型GLA和GLB 它们都将基于新一代MMA平台打造 定位就是未来家族中最入门的车款 那随着换代车型不再出现 也就是代表这A-Class将在未来几年的时间推出市场 如果你是喜欢这一款车的话 现在就要努力快点赚钱买下它 不然以后就没有机会买到了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一期影片的所有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是Miko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